伊華穆斯在《2012榮耀盼望》第168篇主日訊息分享到 俄羅斯軍方罕有感向公眾發出警告 指出短期內在美國西岸有可能發生災難性地震 在《2013年3月28日》 《歐聯日報》網版刊登了一則消息 指俄羅斯的國防部向所有俄海軍在太平洋地區的部隊 發出緊急通報警告 有可能出現一個準備好 發生在北美洲板塊的中度到高度的重大地震事件 特別是在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西部沿海地區 根據這個公告 俄羅斯軍方科學家們是越來越關注於3月中開始 由於北極地大、極地漩渦變弱 令北極震盪指數暴跌 甚至暴跌為負值5.6 因而造成2013年北半球中緯度地帶的春季 出現冬季嚴寒氣候 而美國的科學家相信 是因為北極的兵母 在2012年秋季出現歷史性融解有關 公告繼續指出 科學家最關心的問題是 按上述原因 在北極、格陵蘭已經形成大規模的反氣船 是人類有史以來的最高氣壓 而早在上年度 美國的科學家已經警告反氣船將會加劇 早在2009年11月20日 美國《紐約時報》引述科學雜誌 在2009年11月1日的論文 指出大氣的氣流會引發生體活動的證據 文章亦都引述 《科學雜誌》在2009年6月11日的論文 指出風暴會引發地震 令到地學板塊滑動 及至2013年3月15日 有報導指出 美國的昂納江州地震安全政策顧問委員會的科學家警告 一個巨大的地震和海嘯 可能很快侵襲美國西北海岸 造成超過1萬人死亡 染活整個城鎮 造成經濟損失合共320億美元 俄羅斯軍方公告繼續指出 俄羅斯軍方科學家認為 這種大規模的反氣旋 已經造成在3月20日的大西洋中洋隻地震 以及造成在3月26日墨西哥城的5.8級地震 這些地震更加會動搖歐亞板塊和北美板塊 引起連鎖反應效應 最終會令太平洋板塊斷裂 其實 日華穆斯組已經帶出 Webwatch和Forsight Institute遙事者的警告 在2013年6月1日前 將會發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而Webwatch的Cliff High 亦都同意遙事者 Edames所預告Killshot級太陽風 會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一同出現 並且其中一個令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的主因 正正就是太平洋板塊的斷裂 引發在海洋的大地震和火山爆發 使海嘯和洪水衝上太平洋沿岸陸地 令到全球沿岸城市最終被淹沒在數百呎的深水之下 MING PAO CANADA